手上拿着台湾送的押金红包 满脸感谢 三位菲律宾渔民终于平安回到家乡 21号他们从旅宋岛出海作业 遇上了台风 将他们的山板打坏 在海上漂流了五天 直到遇上台湾海巡署的尾星舰才获救 历节归来 渔民对台湾的帮助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五天的海上惊魂 其中一位渔民还哽咽地说 自己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女儿 女儿的手巾她都随身带着 最后还请尾星舰舰长 替她在上面签名 感激她的救命之恩 货州的渔民也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席 佩瑞斯见面大台海上惊魂祭 佩瑞斯除了安慰渔民 也不忘大大感谢台湾相助 虽然在广大刑案中 台非双方有所争端 不过在人道救援 以及对非国渔民的相关帮助 还是相当尽责 这份恩情他们也会铭记在心